好 接下来这个真的是太惨了 出国趁着这个农历春节 带着全家大小出国度假 结果被丢包 这是由台湾旅客爆料 他们2月10号出发到越南的复国岛 是五天四夜的行程 但是因为在地的这个 可能是接待出了一些问题 整团200个人受困当地 还要自掏腰包720块钱美金 相当于台币2万多块钱 哇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赶快来看看 春节七天连续假期 不少民众都选择出国度假 不过传出近期超夯的越南复国岛 有上百名台湾旅客 遭到旅行社丢包受困当地 台湾一名旅客在脸书上控诉年代旅行社 仅支付十分之一不到的旅费 给当地的旅行社 导致当地旅行社无法继续派导游派车 走完行程 甚至连航空部分的旅客款项 也没有结清 导致搬机出状况 将近两百名的旅客 是滞留在复国岛 甚至还被要求要自掏腰包 给付七百二十元美金 大约是两万多元台币 才能继续后续行程 也让旅客怒斥说 第一次跟家人小孩 过年跟团出国就遇到诈骗 而目前被指控的旅行社没有做出任何回忆 只是春节出国度假 竟然被旅行社丢包 不只假期泡汤度假的好心情也全毁 以上现场这一期情况 把镜头交换个棚内 好真的 过年然后出国去玩 本来开开心心 遇到这种状况 实在是让人觉得很头大 那留在台湾好了 不过台湾这几天真的蛮冷的 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还有辐射冷却的影响 今天清晨各地气温偏低 我今天大概是快要六点的时候起床 真的很冷耶 我家即便有开暖气 我都觉得快冷死了 今天平地的最低温是在新竹县 峨梅乡3.3度 另外苗栗出现4度 南投6度 桃园6.4度 台南市跟彰化 也都是7.2度的低温 原来我们台北市已经算高温9.6度 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冷 所以中央气象主也对全台18个线 是发了低温特报 那其实呢 大家也不要太担心 因为呢 今天这个早上冷完之后 今天白天可能还会有一些冷空气 但是接下来到初六 全台各地都是好天气 冷空气会逐渐的减弱 那白天都是有阳光 但是要注意哦 通常这种干冷的天气就会是 所谓会有很强烈的所谓 辐射冷却效应 日夜温差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要提醒这个 如果要出游的民众 也没有啦 接下来要准备上班了 不管是要上班出游 这个要注意了 早晚日夜温差非常非常的大 那刚才提到今天的气温 好多地方都跌破10度 所以苗栗泰安 这个也出现了泡汤的游客 一大早就来泡汤耶 赶快来看看现场的状况 好了主播可以看到苗栗泰安温泉池 蒸汽腾腾冒烟 许多民众浸泡在暖呼呼的泉水中取暖 因为过新年的这几天实在太冷了 尤其初三一早 还有地区是跌破10度 来听听民众说法 你有看温度出门几度你知道吗 我看到是有8度 8度 我觉得泡起来觉得很舒服 应该是筋路也比较好 那么天冷涌入泡汤游客 而前中央气象局长证明点 也分享今天清晨5点的温度分布图 台北15.2度 新北10.2度 而桃园新屋14度 新竹9.5度 明明区域相近的县市 温度却有明显落差 这也让证明点直呼 真是太特别了留个记录 而依据气象署资料显示 今天白天起气温将回升 高雄以北以及东半部 大约20-23度 屏东可达25度 只是日夜温差大 民众出游要再留意气温变化增减衣物 那么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镜头召唤棚内 明镜头召唤 明镜头召唤 明镜头召唤